欢迎来到品视界 我是肖冰 我在墨西哥普陀佛亚的 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 要离开了 还是忍不住要来对这一个小旗说再见 其实真的是 是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小旗 人不是那么很杂 但是真的是挺好的 我们最后一次去海边走走 我老公都不想回去了 他就想待在这里了 就想喜欢这里了 可是我们刚刚退休啊 我们还有很多地方要去走的 第一个地方你就那么舍不得 那怎么行呢 你说是不是 是 对嘛 今天的游泳池的人还不少了 今天星期几啊 星期五 星期五 这一家人应该是要回去了 要回去了大宝小宝 蹲在这里 我们以后 你是来说再见的 我们以后 回来的几率是很低的 对 再回到墨西哥呢 以后我们应该还会回来吧 但是要回到 真正要回到这一个区 那应该我觉得应该是不太可能了 看看 这个小区 真的是挺好的 听得是挺好的 海呀 我们把拖鞋留在这里 我相信大家通过前面的三四个视频 对于葡萄不亚的这个地方呢 应该是有了一定的世界上的问题 现在呢 我们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确诊的体验 其实呢 不过不过要到这个城市并不大 就是南北贯穿的这一个大道吧 就把很多的小城市就连在一起了 那我们总的体验呢 就是说这整个一片七亿的人呢 都非常的非常的热情 非常的善良 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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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非常的友善 无论是你在公共车站的 你问人啊 第四司机啊 一日游的那些道友啊 很多了 他都能够非常深刻的体验到这一个地方 这个就是非常的安全这个城市 我们是第一次来墨西哥吧 以前就听了很多说墨西哥 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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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次我们来的是 是有点战战兢兢的 但是来了以后发现 真的是 其他地方我不敢说 我们没去过 但是就这一个区 这个城市 这个城市 还有周边的这些小城市 都非常的安全 然后生活呢 如果你是外地来的 用外国的规律 来墨西哥 生活 算是便宜 可以这么说 嗯 但是如果你是在这里 土生土长的 那就固定 那就 变成他们的工作能力 赚钱能力 那这这这不用说了 在哪个城市 哪个国家都一样 但是呢 我觉得因为这里呢 就是那个旅游业非常的发达 旅游业绝对是他的 他的那个产业资助咯 所以他们在旅游这一块呢 我觉得他们的管理是很严的 就比方说这个第四市 第四市 就是绝对不会乱收价的 嗯 虽然他们不打表 但是他们报给你的价钱 非常的高 不论你到哪里去 所以这一点上 你就能看出来 嗯 然后参观你的东西 其实说起来 不是那么开阶 当然你要到大酒店 那不如说 那其他 那就是国际的 对 对啊 对啊 就平常的这种 我们的生活 就很便宜啊 就很便宜啊 我不觉得了 嗯 帮我重复醉一杯呢 好 然后呢 我们呢 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这一次来 两个月在这个城市生活的费用 那费用呢 刚才最大的一笔 就是租房子吧 海边的一室一厅的住宿吧 这个住房呢 就 嗯 每递一千八每年 那就 两递加起来就三千六 那就是最大的一笔开销 然后我们的来费飞机票 从这里到洛杉矶的来费飞机票 就八百七十七 然后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在这里呢 如果你用快递卡的时候呢 就 嗯 汇率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呢 我们就 只要他们是接收快递卡的地方呢 我们都是刷快递卡 这也是我们日常的生活开销 那快递卡呢 就花了一千一百二十五 然后呢 我们也对了一些现金 嗯 用美元兑换成现金 那这些现金呢 基本上是用在给小费啊 或者是参加一日云团的 那个团费啊 也是七七八八的 那 呃 换每年呢 我们换了七百块 七百美元的 那个 市金 这一美元呢 是换 我们来的时候是换十八块三 对 好 天天呢 十八块了 因为那个 为什么不需要点账 不多是百分之九 百分之八点五的 收费啊 差价 如果你要现金来兑换的话 如果你用credit card呢 那就看你的银行 如果你的银行不收费 就是说 区率呢 那就是当年 国际的区率 所以 比如说今天的区率是十九点九 你呢 差价呢 你的区率呢 就差不多十九点八 不会少过十九点八 银行的这些 正常的区率 应该是最好的一种 所以 你就 特别喜欢用credit card 如果你用atm呢 在墨西哥的atm 有两种 一个是国际银行 你只能取 美元 你不能取 本地的pessel 所以我们第一次去洗钱的时候 我们就放了这么多 一个错误 错误 取出来的是美元 从美国这里的atm 取出来的还是美元 后来我们又去了另外一家银行 它有两种收费 第一是汇率的收费 另外一个是他们银行的收费 在这之间呢 他们还收税务的收费 我第一次换的时候 我在汇丰银行换的 拿了2000pessel 我记得 所有的收费 跟所有的税啊 这些各种各样的收费 就23块钱 所以是非常贵 不如你在美国先拿些现金 你在这里换的时候 他们收费是8到9% 还是少过于我付了23块钱 这总共的费用呢 差不多我们就花了 六千三到六千四 其实爸爸还有一些零碎的花销会出来 那就是这两个月的花销了 总的来说呢 我们的体验是非常好的 一个是安全 另外一个呢 生活成本 可以接受 如果你是想找一个 就是比较舒适的 这样的一个 退休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呢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限制 哦 我们这里的飞机场 这些飞机呢 都是飞行朋友的 一天也十多二十万的飞机去美国 是啊 所以去洛杉矶呢 就三个小时 非常的方便 我就有这种 好像是住在洛杉矶呢 他就住在塔利福尼亚州的这个感觉 比如我们 觉得 这里一点都不有 即使是要抗医生的这些 哦说到抗医生 我这次皮肤伸了一点点小毛病了 我就跟我的洛杉矶的医生 询问了一下 然后他就给我一个 一个厨房 但是这个厨房在墨西哥是不能用的 然后呢我就找一个朋友 本地的朋友 他就带我到本地的医生 我给他看了这个 然后他也看了一下我皮肤的情况 然后他也开了另外一个药 最后呢 他给了我 美国医生开的厨房 还有他自己开的一个厨房 两种药 加上抗医生的肺炎 加上抗医生的肺炎 总共就14块05分 你去抗病的话 你不用买保险 就不会觉得有什么压力 我还是没忍住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墨西哥人的发明状态 现在看着哦 这个呢 打开这个柜子 这个洗好的碗啊 这个要放在这里 然后呢 柜子一关 你看 这里是漏的 水就往下流了 是不是很有创意啊 反正我是第一次见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铺了果 我纹还是怎么 我觉得挺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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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感谢观看